詭異 空房子裡竟然打出數以萬計詐騙電話 實際 為了錢他們成了電信詐騙集團的幫須 他們說 詐騙又不是我去搞的 我只是提供了一個服務 所以他們一直認為自己不是在犯行 空房電詐 北方警示馬上播出 有警示 有故事 這裡是北方警示 大家好 我是一成 今年4月初 又有6名受害人遭到了電信詐騙 他們居住在不同的地方 被騙類型也各不相同 但是有一點是相同的 那就是他們接到的詐騙電話 是從同一個地點打出來的 您瞧 就是畫面當中的這幢房子 不過說起來也奇怪 當民警循跡追蹤查到它的位置的時候 卻發現這是一處無人居住的空房 那麼每天從這裡播出去 數以萬計的詐騙電話 都是誰打的呢 玉山縣公安局接到上級轉來的6條 涉及電信詐騙案件線索 它有重慶的 有韓州的 有上海的 還有黑龍江的 6條電信詐騙案件線索 幾乎涵蓋了目前主要的電信詐騙類型 它6級有網絡刷單的詐騙 有冒充領導的詐騙 有這個虛假貸款的詐騙 有購物反例的詐騙 這6條來自全國各地的案件線索 之所以被轉給玉山縣公安局 是因為雖然詐騙電話號碼 顯示的歸屬地各不相同 但是通過技術分析 他們播出的地點都在玉山縣張村鎮 這個案件因為在那個地方是多起 有這個確實是從那邊信號源有發出來 有多起涉及到全國的很多人被騙 根據以往案例 電信詐騙團夥多藏身於境外 尤其是緬甸北部 而這次的詐騙電話 竟然來源於這個幹東北小鎮 而且還涵蓋了多種電詐類型 實在是令辦案民警感到奇怪 我們領導非常重視 我們就組織了一些精幹力量 直接到了我們這個玉山縣村 那個一個小村莊裡 就是我們發現這個打電話的這個地方 很奇怪 這實在是一個這個兩值三層的一個民房 但是這個民房通過我們長時間的觀察 是沒有人居住的 小山村裡的這處普通三層民房 就是警方確定的目標 按之前的推測 該處藏有一個電信詐騙污點 犯罪嫌疑人 正是從這裡撥出詐騙電話 然而民警觀察後發現 房子裡一點動靜都沒有 並沒有人生活的跡象 據村裡人反映 房主一家在外地生活 房子空置很長時間了 各種這個表現的顯示沒有人清楚 沒有人清楚 他怎麼會出現打電話的這個情況 詭異 空房子裡竟然打出數以萬計 詐騙電話 我們領導非常重視 我們就所持的一些精湛領域 直接到了我們這個玉山山村 那個一個小村莊裡 就是我們發現這個打電話的這個地方 很奇怪 這實際上是一個兩至三層的一個民房 但是這個民房呢 透過我們長時間的觀察是沒有人拒絕的 詩金為了錢他們成了電信詐騙集團的幫充 他們說炸病又不是我去搞 我只是提供了一個福利 所以他們一直讓我自己不再犯人 對常見病 慢病 疑難病 一人一方 辯證失智 高真糖 道地藥材 密法炮製 打造高方精品 中華高方專家 辦您健康百年 有警示 有故事 這裡是北方警示 歡迎回來 經過核查 民警確定目標無誤 可明明是狀空房子 這數以萬計的詐騙電話 又是怎麼從裡面打出來的呢 警方隨即將偵查情況向上級做了反饋 徐某今年26歲 尚饒是易陽縣人 幾個月前他還在浙江藝屋 憑著刷油漆的手藝掙錢 過著踏實的生活 徐某說他並不滿足這樣的收入 學人做生意結果虧了很多錢 而如今他因涉嫌詐騙 被玉山警方刑事拘留 我主要是欠信用卡 信用卡欠的太多了 以前做生意虧了好多錢 今年三月的一天 徐某和同鄉吳某聊起發財的門道 最終想到了一個輕鬆賺大錢的方法 我的手機卡當然距離可以賺錢 我說這是違法的 我說不違法的 不要緊的 我說手機卡不要緊的 所以我才回來這樣 所謂的發財之道就是弄些手機卡轉賣 這樣一天流水就可以過萬 一個月一個人輕鬆就可以賺幾萬塊錢 在巨大的誘惑面前 他們湊了一萬塊錢 先是購買了一台買家指定的設備 然後又四處收購手機卡 據徐某供述 他們把設備和手機卡 按照買家要求送到一個人手上 他們就可以坐享一天上萬元的進帳 一些手機卡加上一台設備 就能坐享日進抖金 這聽起來就像是天方夜談 那麼真相究竟是怎樣的 徐某等人又是怎麼跟詐騙扯上關係的呢 當時市局接到我們這個反饋以後 他們就初步這個判定 是去年年底到今年新興的一種 就是通過這個GOIP設備 這個緬北集團 遠程遙控GOIP設備打電話的 這麼一種詐騙的方式和手段 所謂的GOIP就是指虛擬拨號設備 它具備多條線路 並可配備多個手機SIM卡卡槽 犯罪分子可以同時在其中 安裝幾十張手機卡 他們將這種設備放在國內某個地方 自己則躲在境外 對設備進行遠程操控 拨打電話實施電信詐騙 這個陌生電話為什麼 這個是屬於我們國內的一個號碼 它不是屬於境外的號碼 所以說好多被騙的人啊 這個放鬆的警惕 隨後玉山縣公安局在市局相關警總 以及易陽警方的大力支持下 組織行政 網安 轄局派出所民警 連續奮戰 終於摸清這一團夥的脈絡 第一層級當然毫無疑問 是緬北的這個犯罪集團團夥成員 第二層級就是負責直接跟這個 緬北犯罪團夥聯繫的人 也就是我們初俗地講叫總調度 還有一個人就是維護 日常維護這個GOIP設備的人 第三層級就是幫助這個總調度 面向社會進行收卡的人 第四個層級就是賣電話卡 4月25號到27號 玉山警方一局摧毀的這個 由境外電信網絡詐騙團夥操控 主要為其提供通信支撐的 涉嫌犯罪窩點 抓獲犯罪嫌疑人5名 查繳虛擬扑號設備2號 射詐電話卡69張 他這個設備其實就是一個 連接的作用 也就是說緬北那邊通過網絡打電話 那麼他網絡的指令呢 就被這台機器所接收 接收了以後 這邊就實現最終終端的實現這個 打播打電話的這個功能 詭異 空房子裡竟然達出數以萬計 詐騙電話 我們領導非常重視 我們就這個 所屬的一些精湛領點 直接到了我們這個 玉山山村 那個一個小村莊裡 就是我們發現這個大電話的這個地方 很奇怪 這實際上是一個 這個兩三層的一個民房 但是這個民房呢 通過我們長時間的觀察 是沒有人拒絕的 時今為了錢 他們成了電信詐騙集團的幫休 他們說 這個詐騙又不是我去搞的 我只是提供了一個 所以他們一直讓我自己 不是在反應 空房電炸 北方警示正在播出 有警示有故事 這裡是北方警示 歡迎回來 隨著信息技術的迭代更新 騙子的套路也在不斷翻新 那麼 GIP這種電信設備是如何成為 電信網絡詐騙幫兇的 境內境外的騙子們 又是如何相互勾結 實施詐騙犯罪的呢 近些年來 電信詐騙 已然成為了危害社會的一種毒瘤 政法部門聯合相關單位 對此種犯罪 進行了不遺餘力的打擊 並且加大宣傳 預防人民群眾上當受騙 然而隱藏境外的詐騙團夥 並不甘心 他們絞盡腦汁 變化騙數 緬北的犯罪團夥 他們會首先通過微信 以廣告招聘 比如說一個月撞3萬 一個月撞4萬 這種很吸引能眼球的這種廣告 來鋪天蓋地地去發送 通過這個遊戲網站 各種不正規的網站 或者微信朋友圈進行宣傳 徐某等人正式看到這種招聘廣告 與境外詐騙團夥建立聯繫 境外詐騙團夥 指示招募者購買這種虛擬拨號設備 並儘可能多地收購電話卡 去騙他們讓他們去辦卡 辦了電話卡以後 以200元一張 從這些人手上收購 收購回來以後 再把這些卡 全部集中交給總調度人員 境外詐騙團夥十分狡猾 他們採取人機分離方式 在招募總調度人員的同時 還會招募一名設備維護人員 傳授給他使用方法 由此人在境內佈置設備 並且調度者和維護者之間互不相識 只是按照指令交接設備和電話卡 維護是這樣的 他每天他有定時去開關機 據我們後來瞭解 他是每天的9點多鐘的樣子 到晚上7點多鐘的樣子 社會上收到一張電話卡 那麼綿北犯罪團夥 就會支付500到800元不等的費用 然後這張卡插在這個 GOIP設備上進行運行 只要成功運行一個小時 那麼綿北犯罪團夥 就會按照一張卡一個小時 2400元的價格來支付 通過這種設備 境外詐騙分子 不停撥打詐騙電話 這樣就會造成一個號碼 可能在一個小時之內 就有上千個撥打記錄 電信運營商 根據打擊電炸的經驗 會對這種異常情況 採取預警停機 此時境外詐騙團夥的成員 就會指揮他們招募的維護者 前往窩點更換電話卡 他們支付結算 就是按照虛擬幣來支付結算 不通過正常的銀行卡轉賺 或者微信支付寶的交易 犯罪嫌疑人彭某 湖北人 詐騙集團招募的設備維護人員 而在這之前 他是玉山縣一酒店的廚師 接到境外詐騙集團的指示之後 彭某在當地張村鎮租下 這處空置的民房 將設備連接妥當 藏在牆角雜物堆裡就走了 需要開關機或者更換手機卡的時候 他才悄悄潛入 儘可能不被發現 現在的這個用GOIP設備 撥打電話它是人工的 它是緬北內邊的人 這個 就實際上我們接到電話 聽到的聲音 這個跟這個實際上的這個人 他是在緬北 然後他電話卡撥打出去的信號 是在我們的境內 有了徐某等人提供的通訊支撐 詐騙分子就做到人在境外 卻可以用國內的手機號碼 撥打詐騙電話 警方介紹 這是電信詐騙 一種較為新型的犯罪模式 而徐某等人從中 也會獲得巨額非法利益 僅4月1號到2號兩天 他們就從境外詐騙團款那裡 獲得了2萬元 他們說 個詐騙又不是我去搞的 我只是提供了一個服務 所以他們一直認為自己不是在犯罪 據了解被警方抓獲的5名犯罪嫌疑人當中 有3人涉嫌詐騙 另外倒賣電話卡的2人 因涉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被刑事拘留 在金錢的利誘下 徐某等人出賣良知 自欺欺人 成了他人的馬前卒 結果是得不償失 目前斷卡行動正在全國深入推進中 斷卡行動斷的是兩種卡 一是電話卡 二是銀行卡 在此警方也提醒大家 千萬不要貪圖錢財 去出售出租出借自己的手機卡 銀行卡 讓自己成為電信網絡詐騙團夥的幫助